卢师傅一家在嘉兴嘉善打工 去年7月 他的女儿被一辆私家车撞倒 到上海看病 花了上万块 卢师傅一直怀疑 女儿在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的 就诊过程有问题 而且当事司机就在这家医院工作 这是卢师傅的女儿琪琪 现在已经六周岁了 经过大半年的休养 孩子的病情已经稳定 齐齐的左侧锁骨摸上去有一块凸起 再看医院拍的片子 左侧锁骨这个位置有明显骨折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病例中写明 齐齐的右肩胛骨和左侧锁骨都有骨折 两肺挫伤 右肺多发撕裂伤 半鸡血可能 左手骨就是拱起来一个包 拱起来的 一边高一边低满点 这个以后能有治疗的方法吗 没有 除非你以后就说要开刀做手术 孩子这个肺里边是还有淤血 还有淤血 医生说这个东西怎么办 他就说慢慢吸收呀 卢师傅一家在家善阳光西路的新明小区租了房子 车祸现场离家很近 去年7月7号中午11点多 一辆斯科达轿车自南向北行驶 在这个路口转弯的时候撞到了齐齐 当时孩子独自蹲在路边玩耍 然后就说造势者司机嘛 从这南边开过来 这里还当时还有两个电桩还立在这里 南边开过来从这边就是靠边上转弯停车嘛 还是正好没压到车轮上面 直接从车子底盘向直接戳过去 车祸发生以后 女司机立刻把齐齐送往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急救 齐齐的奶奶也跟了过去 等卢师傅夫妻俩赶到医院 急诊外科医生给出了初步诊断 两废多发班片影半空洞行程 建议儿科复查 卢师傅留意到一个细节 那位女司机也在这家医院工作 从拍片打报告 他都是都是造势者司机跟医生一起在里面 我们拍的片子就叫我们赶紧出来 他们在里面把片子什么拿出来 说没问题 都好的 卢师傅说 随后孩子就一直待在医院留官室 晚上11点孩子开始喊疼 卢师傅赶紧再找值班医生拍片检查 发现齐齐有肺挫伤和肺出血 然后拍出的嘛 确定是严重的 叫我们就是说转院 转到嘉兴 他说父保院 他转过去的时候 父保院不收 他说这个问题比较严重 卢师傅带着女儿连夜赶到上海 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治疗了四天 医生确诊 齐齐有两处骨折和两肺挫伤 右肺还有淤血 因为齐齐年龄太小 手术风险比较大 医生建议采取保守治疗 医药费 交通费 加上后期复查的费用 卢师傅花了一万块左右 卢师傅认为 女儿的检查结果前后差得太多 加上女司机又是加善县第一人民医院的员工 他怀疑女儿在加善的就诊过程存在问题 等到女儿的病情稳定之后 卢师傅跟加善县第一人民医院进行过多次交涉 卢师傅还担心一件事 因为这次骨折 女儿左侧锁骨有明显错位 右肺还有淤血 以后可能还会产生检查治疗的费用 既然交通事故认定书写明女司机全责 卢师傅希望跟对方谈一谈 现阶段的医药费尽快找保险公司理赔 而关于孩子的后期治疗 双方最好也能达成一个初步协议 卢师傅承认 女司机跟他要过医疗费发票和病例资料 说可以找保险公司理赔 但卢师傅担心一旦交出票据和资料 自己手里没了证据 会不会连的一万块也拿不回来了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记者找到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 也联系了当事司机冯女士 双方都给出了各自的解释 记者首先找到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 医务科方面承认冯女士确实是医院员工 具体岗位不便透露 经过医院的初步调查冯女士没有干扰急诊医生的诊断 肯定没关系 你说给她隐瞒 最终如果是出成更大的后果 你说你说这个呢有傻到这种程度吗 因为小孩子做到以后呢 我很担心 做了检查呢 我希望能快点看到结果 那么我呢确实是本院的 因为正常情况呢 我们可能要过很长时间才知道结果 按照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诊断 其其有右肩胛骨和左锁骨骨折 还有右肺淤血 再看加善县第一人民医院的两次诊断 第一次诊断只提到两肺多发斑片影半空洞行程 事发当晚第二次诊断 才发现其既有肺挫伤和肺出血 这两次诊断的差别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击胸量稍微增大一点呢 这个影像科的医生马上就感觉不对了 就是可能诊断方面第一次诊断是不是存在偏差 因为这个肺部挫伤这个情况 我们认为比方说到上级医院可能更放心 陶福科长表示 在肺挫伤和肺出血这一项上 急诊医生的第一次诊断是存在偏差 至于孩子的两处骨折 为什么也被漏掉 陶福科长承认 是两位急诊医生都只关注了孩子的肺部 另一方面 在和当事司机冯女士的电话沟通中 记者了解到 冯女士表示 她跟卢师傅说过 愿意垫付孩子的治疗费用 但双方的沟通过程不太顺畅 为了避免矛盾 她决定把一切交给保险公司处理 自己尽力配合 以后的一些检查和治疗 可能还会有费用 我不知道你这边怎么考虑这个事 冯女士投保的是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家善支公司 李培克方面表示 像卢师傅这种情况 建议跟上海的主治医生沟通一下 看看孩子后期还要做什么治疗 最好等到治疗全部结束 保险公司再组织卢师傅和冯女士进行协商 那个医疗费 跟那个本次事故交通交通事故造成那个伤害 是关联的 那么是 这个是可以可以你排的 但是这里面呢 就是要符合一个国家那个 老族的那个日报的范围 如果有的话 你还是看吧 记者也联系了加善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 他们表示也可以为当时双方组织调解 但必须等到孩子完全结束治疗 如果说确实有一些后遗症的什么 那么通过司法相关司法鉴定 那么做一个上传或者上市鉴定 那么如果这些都做完了 那么可以用双方当事人或者碰个面 卢师傅表示 他要带女儿去上海做一次复查 再决定什么时候找冯女士协商医药费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